嗨 醫生 你要帶我們去哪裡呀 我要吃冰淇淋 不是做熱氣球啊 哈哈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娜 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訂閱 打開你的小鈴鐺囉 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下畫面由醫生陳孝宇贊助播出 好的 醫生呢 他打算要來賣掉他所有的家當喔 床 拜拜啦 椅子 拜拜啦 桌子 拜拜啦 你看 他連這個垃圾桶竟然都有10個 真的是太誇張了 魚缸也是不少的喔 全都拜拜啦 好啦 總共收集有20個囉 來看看這次可以賣多少的點數呢 喔 葉子點數瞬間就變成500多囉 但是這樣子還不夠的喔 我們還要繼續賣 就通通進回收站吧 哇 那個寵物床很可愛啊 你也不要喔 好啦 就再來一次囉 又集買了20個囉 點數瞬間變成1000多囉 那到底為什麼要集這麼多的點數呢 因為他要去買冰淇淋啦 去找冰淇淋小姐 可以買到現在這個超壯觀的冰淇淋熱氣球喔 看得我口水一直流啊 流個不停 但是這個是熱氣球 所以他不能吃啦 熱氣球無法飛很高 大概就是這樣的高度 所以不會很刺激 我原本以為是可以飛到空中的喔 所以我有準備好運車要 結果用不到啦 蛤 有沒有駕照 不會吧 你應該會上跟下吧 你應該會降落吧 這些很基本的你會的話 這樣就沒問題啦 然後熱氣球呢 可以坐五個人 中間是駕駛座 這樣子呢 就可以跟朋友們一起乘坐 這有趣囉 自己獨享 不如跟朋友一起分享 你們說是不是呢 熱氣球飛起來的速度呢 沒有很快 就是慢慢飄的感覺 然後是不能在水上降落的喔 這樣呢就會消失啦 喔 有熊貓的外送員耶 我要點餐 我要點冰淇淋 好的 馬上來喔 請你自備好鈴錢 不找鈴鐺 謝謝 咻 今天的運氣也太好了吧 在路上就遇到熊貓的外送 耶 我的冰淇淋來囉 熊貓外送的速度就是這麼的快 我吃飽囉 冰淇淋真的很好吃耶 換你們啦 想要吃什麼 就趕快去找他來點餐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那你們有買這台貴鬆鬆的冰淇淋熱氣球嗎 可以留言跟我說 喜歡請幫我按個讚囉 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